一户穷人居然每年都办奢华派对 这你敢想 信不信嘉年华即将举行 这个派对已经办了好多年 规模一年比一年大 马基担心家里负担不起 但是顶梁柱侯墨说 没问题 不就是钱吗 我有的是办法 派对这天 侯墨打扮得像个国王 向狂欢的人群抛杀一无小商品 半个小镇的人都会过来玩耍 大方的侯墨几乎是来者不拒 但唯独没有邀请隔壁邻居弗兰德 因为他痛恨嫉妒这个有钱有信仰的邻居 马基表示这样很不合适 远亲不如敬礼 你要珍惜啊 洪墨很不情愿地去邀请弗兰德 他知道这家伙有多么擅长冷场 在一众狂欢的人群当中 他盯着手表倒计时说 过了零点就是复活节前的第七个星期三 大家快坦白自己的罪恶吧 一夜狂欢过后剩下一地狼藉 证明这里无限风光骨 这上的朋友很不解 你这么普通的家庭 怎么负担得起这么丝滑的派对 洪墨很自豪地透露了自己的秘诀 抵押贷款 把房子抵押就能贷到很多很多的钱 房子简直就是印钞机 朋友被洪墨朴素的头脑给震惊了 说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哦 但洪墨对他的怀疑表示怀疑 自己研究出来的报复秘密怎么会有问题 可是马基那边很快就收到了信贷调整通知 他们去问自己的房贷经纪人 经纪人说你们的抵押贷款利息有点高 每天37% 不过不用担心还不上 我们国家有保护老百姓钱贷子的政策 政策保护你的钱贷子 但没说保护房子 拍卖掉房子 你又是一条无家可归的好汉 心不生一家要打包好细软立马搬家 洪墨说他留了点饭身的本钱 墙里面的电线都被他捆在身上了 卖卖废品又够在外面流浪好几天 必杀问他有没有关电闸 洪墨问电闸 值钱吗 马基的心没有那么大 这种房子承载了太多回忆 墙上记录着孩子的身高变化 以及他老公的腰围变化 这不是房子而是岁月的足迹 想到自己的腰围 喉沫终于难过了 包包生气了自挂东南枝 法治社会不能暗闹分配 就算你上吊十次 房子也要拍卖 小镇里对房子感兴趣的人 集结在他家门口 像是一群突旧等候瓜分蚕食 增上的首富老头出价十万美元 说真的他家的厕所都比这个房子大 买来也不是用来住的 纯粹也是为了囤自己数不尽的袖扣 眼看十万美元就要成交 辛普森一家转身离开 不忍看着房子被买走 隔壁邻居弗兰德动了恻隐之心 出价十万一千美元买下这里 小镇首富没有继续交价 钱不是问题 主要是刚才举过一次牌 不能再举 举就是过度运动 弗兰德成功拿下这栋房子 辛普森一家折回来 问他这是干嘛呢 弗兰德说 我买下只是想租给你们 房租嘛 力所能及的给一点就行了 红莫感动得差点喊低 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 刚收拾好的东西 再给放回去就行 红莫表示要先上楼收个东西 因为他给未来的住户 留了个小惊喜 看着表情还以为 会是个恶臭的把戏 但没想到他留下的是花篮 上面写着 请像我们一样爱护这个家 红莫没有搞什么破坏 因为他是真的爱这个家 而不仅仅是想占有这个地方 即便不能拥有也要祝福他 马基做了一桌饭菜 招待弗兰德和孩子 饭后洗碗的时候 他发现水龙头漏水 红莫撸起袖子自信放光芒 根据他犀利的观察 发现了漏水的规律 压着不漏 伸手就会漏 这简单 放个猫在上面就OK 描心人表面笑嘻嘻 内心喵喵批 弗兰德露西修子说 自己作为房东 有义务帮你们修水管 沾了一身污渍后 他终于修好了龙头 刚想回去休息 马基说 还有几束漏水 几个线路问题 几个发霉问题 罐子里还有一点点带维修的项目 我们家可是展了好久的 这种房子表面上好好的 实际千疮百孔 弗兰德几乎把所有的水管 和线路翻了一遍 顺便又重建了一道墙 才算把房子弄得差不多 疲憊的弗兰德 在半夜又接到电话 说是家里的煤气泄漏 弗兰德表示 自己已经睡下 收工了 不来了 侯莫当时就火冒三丈 说你这种房东 简直是人渣败类 除非我们脱脚房租 你根本就不会现身 弗兰德一声叹息 道哥 你们已经脱脚房租了 你一个朋友 你一旦变成了 你一旦变成了 弗兰德的恶劣行为 暗恋马基的老毛子说 弗兰德真恶心 我要是马基的房东 我不仅帮他修水管 还要带他私奔到南方的日光海岸 再也不回来 老毛子建议侯莫喊电视台曝光弗兰德 让他尝尝网报的滋味 电视台非常喜欢这种小镇恩怨题材 侯莫疯狂吐槽 房东的房子有问题 楼梯竟然是拾木的 太不环保 墙上的照片是我爹 太吓人了 一规里喊到小鬼 太邪门了 弗兰德简直是史上最邪恶的房东 一个兴奋耶稣的纯教徒 被刻画成恶魔 这还能忍 弗兰德直接下族客令 这个月住完你就给我滚吧 侯莫丝毫不慌 说我再找一个邻居 总会有人愿意买下房子 租给我们的 不知是谁给了侯莫勇气 邻居们纷纷骂醒这个普姓男 侯莫只能想其他办法 翻遍了法典终于找到有关规定 住户家里如果有超过65岁的老人 房东不可以强制住户离开 温娜养在养老院的爹 终于能发挥余热了 侯莫开开心心把老头子接回家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分水宝地 谁敢造词 但问题是老头子不能离开房子 不能给弗兰德钻空子的机会 侯莫为了闻住他 播了个二战片 爷爷看到自己年轻时代的故事 倍感亲切 估计能在沙发上坐个半天 一家人开心外出 吃吃喝喝 带着甜头慢慢回家 才发现家里的东西全被扔出来了 家里的宝呢 叛变了 爷爷被弗兰德家的美食吸引过去 说那才是人吃的东西 一家人缺了春田镇的流浪汉庇护所住下 小小一个镇上 竟然有那么多人无家可归 流浪汉也能卷起来 弗兰德那边开始面试新竹虎 这对小年轻各方面都很好 礼貌有钱 有爱心 有信仰 唯一的缺点就是 他们不是辛普森一家 狗子突然掉来他们曾经的合影 弗兰德无比想念这一家子 虽然缺点多如牛毛 却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乐趣 租客已经签好合同 弗兰德却要反悔了 他还是想把房子租给这一家子 而且神的故事教会他 与恶人和善相处 才能成为真正的圣人 辛普森一家再次归来 赞美眼前的圣人 街坊们文讯纷纷拿出准备好的排派 归类甩卖房子 这个街又变得不适合生活了 对待恶人 弗兰德坚持善行 却换来恶人的得寸进尺 为何常说人善被人欺 与人为善难道就没有前途吗 我们不妨把善良理解为一种财富 它是很珍贵的东西 恶人更是迫不及待地想占有 所以我们必须保护它 爱护它 宝贵的东西都需要用力量守护 这样等遇到合适的机会 真的需要动用这财富的时候 才不至于坐金见走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